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反弹 我个人认为现在目前是一个持续 就是从8501点反弹以后 这个礼拜是进入第三个礼拜是反弹持续 但是高点是预估到下礼拜而已 因为这一次毕竟是跌升反弹 跌升反弹之后 当然还有可能继续往下来彻底 那选取行情我个人是没有看什么选取行情 我认为说这是一个逃命性的反弹 用这样看待 逃命性反弹之下呢 怎么来观察是在各股方面的表现呢 现在还是以选股不选市的道理来挑股 对 现在目前我个人认为反弹 反弹为什么说只能够持续到下礼拜 因为这是预设嘛 因为季先的周扣底 这个礼拜扣底值是比较低 9085点 理论上来讲这个礼拜是持续的反弹 那上个礼拜因为大涨了300多点 所以这个礼拜会难免 会有获利回土的中期性的一个卖压 何况是反弹到下降季限的前面 这个地方很多股票都已经过了下降季限 那反弹到下礼拜以后会扣底到 季限扣底到9206点 那个地方是一个中性没有助涨也没有助跌 但是到11月的第三个礼拜要注意 11月第三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 季限的周扣底高达9380点 跟9436点 那是完全的注跌 那是没有办法帮助上涨的 所以如果按照国际股市这一波反弹 我们跟不上情况之下 国际股市过高之后 美元升值到一个阶段以后 那日元贬值到一个阶段以后 恐怕美国股市回撤的时候 会造成台北股市未来的双重反压 所以对于选举行情 11月第三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 尤其是最后一个礼拜一定会量收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反弹是要先卖以后再买 可以买更多回来 那至于个股方面啊 我个人认为啊 现在目前啊 你的选股方面啊 绝对不要找那种强者很强啊 很多强者很强的股票 其实就是主力拉高要出货了 例如像今天啊 莫名其妙很快的速度里面 力旺就跌停板 武峰就跌停板 还有昨天涨停板 从第一档反弹上来的这个 四九四七的昂宝也突然间跌停板 你看这些股票 美食也是很多升级股也是 很多高价股 尤其是上贵的股票都是 所以我个人建议啊 你这个地方要做反弹 你一定要打带跑 赚了就要走 做对要报 做错马上走 那我个人认为啊 几档股票 你可以这个做一个参考了 首先讲到啊 今天法收会的联发科跟可成啊 那联发科这档股票啊 因为法收会大概已经在预期当中了 因为联发科在前三季啊 税前高达二十五块八毛二 第三季啊 税前是赚一百四十九亿啊 然后令这个EPS是高达九块钱啊 完全符合法人的预期 那现在目前我们对于下午 今天下午的法收会 公司啊 释出来的这个法收会 对于未来的展望啊 我个人认为啦 第四季一般普遍性 我们认为是淡季啊 IC设计是淡季啊 所以联发科第四季 不可能比第三季成长啊 但是毛利啊 毛利率会 可能会挑战 四十九到百分之五十的高毛利率 按照联发科 第三季跟第四季来比较的话 第四季 释出来的法收会的内容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非常正面的 那今天联发科 为什么开高走低啊 其实联发科 已经不是跌一天啊 从五百 从这个四百多块掉下来以后啊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修正 也修正了两成多块三成了 那这一次只是在做一个 法收会之前的彻底啊 因为毕竟啊 现在很多公司的法收会啊 大家都很害怕 一听到法收会就害怕 一听到法收会就害怕 就如同之前的敦泰啦 或者是其他股票一样 法收会就害怕 所以联发科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他的利空啊 已经提前反应 今天是最后的彻底啊 那虽然量有多一点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 今天大盘实在是 表现的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联发科这档股票 我认为 如果要抢反弹 真的想要抢反弹 按照我个人预估 联发科今年EPS 可以高达三个股本以上 甚至到32块EPS 上半年啊 上半年已经获利14块8毛9 去年也不过才获利是20块5毛1 所以这种是 等于是成长一倍的公司啊 没有理由说股票一直修正下去 如果投资朋友要选股要做短线 我认为联发科是非常好的标的 如果比较台北股市目前 平均的EPS 本益比啊 PE值啊是15倍到16倍的话 联发科现在目前只有12倍到13倍 所以他 这种股票啊 在选股方面的话 我个人是 要注意这种股票啦 那另外啊 就是今天法售会也有一档股票 就是可乘啦 那可乘因为跌幅太少 我比较不想推荐了 因为一定是放利多嘛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去年获利是18块3毛8 上半年了已经到89块了 所以可乘预估今年会超越去年嘛 那iPhone 6的订单 iPhone 6的这个plus订单 那涌进来在第四季 但是很正常的 所以可乘一定是放利多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今天可能没有跌 是 你就看看就好了 基本上指标股还是看联发科 那 这个是目前的看法 对于大盘目前的看法 是比较 我认为还会反弹 高点是在下礼拜 因为再怎么算的话是下礼拜 那高点呢 如果可以讲指数的话 预估啦 大概就是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9138点 如果这次反弹没有过9138点 未来破底的机会就非常大 9138点 那有过9138点 多空一位点是9220点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短线下降季线 突破之后的一个 较大的中期性的一个反压债 那我个人认为我的操作是这样 反弹上去我一定卖 因为毕竟前波9月份的话 9500点我也是建议投资品 初清持股一档不保留 而且反手放空下来 目前8500点以上是 测动灰金北上 所以目前灰金北上 不是一次就可以到 到这个9593或9591 我个人认为选举是没有行情的 以上 谢谢 好 不过刚刚包括了丁烧 提到这两党的这个大型个股 这个联发科也包括了 是这可乘 这两党的这唯一的共通点 是漏在都是高价股 可是高价股 大家会去思考到 在于说 这个大盘最近相对无量嘛 不是每天600 要不要700 最多来到了800多亿 这个量大之下的话 其实会对高价股来讲 会不会带来相对的压抑性 因为量不够啊 一定会 但是因为我们看一下大盘 我来看一下大盘 我站起来 我给各位看这三条线 这个是一条是季线 一条是时日线 一条是月线 那你现在这个礼拜 礼拜一到礼拜四 都是掉下量缩 那上个礼拜是因为大涨 因为上个礼拜大涨 所以这个礼拜一定不会大涨 这是保证的 不可能连续两个大涨 除非我们也宽松货币 来一个QE嘛 对不对 那现在跌下来以后 他是做一个回撤 那扣底值啊 以月线的扣底值来看的话 他现在目前今天是扣底这里 明天扣底这里 理论上来讲今天不应该跌 但是今天跌的明天就容易涨 那下礼拜月线的月线的日扣底 一二三四五到下礼拜五 往下完全扣低 所以下礼拜短线助长力量很大 但是中线这个地方 如果看到中线季线的扣底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中线来看的话 他是有反压 因此上去之后一定要慢 因为短线会涨中线不会涨 所以按照大盘来看的话 这个量所表示大家在担心 我认为大家在担心选举 不是在担心什么这个大户条款 因为我认为大户条款不是影响股市的唯一因素 因为大户条款 早在两年前那时候就已经大户条款 所以大家在扯大户条款 我认为对政府不太公平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量说当然不一定要做高价股 但是做高价低价都一样 他都是一个反弹 反弹就是要先卖以后再买卖更多回来 谢谢 好 除了这高价股之外呢 大家还是非常关心是在这中小型股的表现 前几天呢 比较多分析师是推在中小型股身上 认为这个弹生的空间是比较快速一些的 而今天完全是反着走 逆着走的 今天在OTC贵买指数呈现了大跌 将近是1.8个百分点 很多非常热门的个股啦 这个力旺啦 武风竟然被灌到了跌停板喔 是不是在大盘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主流资金啊 又有所谓的换手的问题了 好的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啊 问得很好 我跟各位讲一个喔 如果这边可以看到上柜的指数 我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这边可以看到上柜的OTC 我们把他时间把他拉长 OTC 这个再把他或者是用桌线也没关系 就是我要看到比较长的一个线形 OTC喔 这个已经早就坏掉了 如果从前面来看 OTC其实已经几乎是崩盘了 他反弹绝对是逃命 OTC比大盘还糟糕 这个是周K线 你看这个地方 下来以后他跌破了季线 对不对 非常清楚跌破季线上不去 上不去 所以这OTC的股票 大部分集中的都是小型股 小股本的 低价的高价都有 那这些股票筹码已经完全乱掉 完全乱掉 如果说按照我个人看法 未来台北股市主要下跌股票 还是在于OTC 那因为这些股票很多 大部分都不是法人在做的 所谓法人 所谓我说的法人就是 你们所知道的三大法人 那既然外资也很少做OTC 表示OTC的股票大部分都是主力股 那主力股小股本很容易炒作 急拉急上 就上去之后怎么拉怎么下 有时候主力把股票丢掉以后 撤掉以后再也没有人接手 因为他就是OTC 按照正常规定 外资投资台湾股票 也不能够随便乱买OTC 因为他们有规定 基本上他们要买的股票是台湾50 跟台湾中型100 那OTC能够买的股票其实没有几档 其实就是如果有能够买的话 也是MSCI规定里面的一些小型股票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认为 这个地方不用太过于期待 因为我是 因为我做股票是用技术便在做 我不是感情用事或者是意识形态 大家都说有选举行情 我根本不晓得为什么会有选举行情 因为选举没有人规定会涨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反弹之后也一定要先卖 因为未来大盘再破低的机会相半高 那如果说是这个现在投资人手上 有很多的股票啦 大型啦中小型啦 电子圈局金融喔 到底有如果能够再聚焦一点的话 他们现在手上有哪一些股票 如果弹上来的话 最好都要站在那买房 谈上来啊就这样啊 我个人因为股票太多了 1500档 所以我不能说哪一档股票一定怎么样 但是有一个原则 就是季线是向下的 我们称为中空 月线向下称为短空 那月线下礼拜 下个礼拜月线就会向上 称为短多 你看谈了第三个礼拜 第四个礼拜 月线才扭转趋势喔 那你说季线要扭转 季线要扭转要 比如说 11月第三个礼拜要涨到9380点 第四个礼拜要涨到9436点 短时间来讲 我认为困难度很高 所以反弹起来 投资朋友可以有个 如果你有电脑的话 你自己看 如果你的股票反弹上来 到达下降季限的前后左右 不一定要突破 也不一定要不突破 就是要前后左右 你一定要先卖 至少要先减买 我们看一档股票 如果这边可以看的话 看到陈宏 3673陈宏 陈宏的话 看日K线 很清楚嘛 这个就是季限 这个跌下来极跌 极跌我们称他为 副乖率过大 放量第四拐点 变形第四拐点 反弹上去到季限一定要卖 至少要减买 因为第一次突破季限不突破季限 都会在下 因为他未来在要扭转这条线的力量 现在月线向下 但是月线下礼拜以后 他会扣底低值 扣底低值以后 他会扭转向上 扭转向上以后回撤以后 进入一个短线再承接一个买点 要这样上上下下做好几趟 因为我我我个人认为啊 反弹上去啊 不是那么快就會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会有个盲点就是 我到底要不要把股票放到选举后 或者是放到明年 其实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不好 因为做股票本来就是做短线 如果说做股票你可以 输了钱 然后投资了错误的标的就摆着 然后就会解套的话 我想我坐在这边也没有任何意义啊 因为大家都会做股票的嘛 所以做股票一定有输有赢 那如果说做股票不对的 就赶快要停损或者是要换股操作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好所以其实刚刚丁超是教大家 如果说这个手上有的个股的话 你自己手上这个家里有电脑的话 可以打一下这个个股方面代码 去看一下说只要说季线是下弯呢 目前如果真的个股有往上弹升 最好还是这个壮士断碗的决心 稍微把它调节一下 这个往上整不代表它趋势是转换的 除了这个TPK 我刚刚这个丁超举了一个例子之外 我再加举一档另外一个例子 还是要请丁超稍微来帮大家看一下 就是露在了鸿海 这个鸿海喔 这个最近股价 没有说非常强 也没有说非常的弱 但是鸿海的季线是有点下弯的 这档个股很多的头枕手上都有 也都是心中的爱 你要他这个如果谈身上来 站在卖方好像不是很容易喔 没有错啦 因为这档股票是比较稳定啦 因为他是一个全值股 他是台湾第二大全值嘛 你看鸿海的整个市值算起来 大概以今天来看的话还有1.5兆嘛 那台积电3.4兆嘛 第三大全值股就是联发科嘛 大概是6500亿嘛 所以如果以鸿海这档股票来看 我个人是这样啦 因为外资他要控制台湾这个指数 他会控制一些大的股票 就是第一档一定要控制的就是台积电 第二档就是鸿海 第三档就是联发科 然后接下来就是台售 台售啦蓝利亚这些 或者是台湾大哥大 或者是中华电信 或者是国泰金这些股票等等 那鸿海是非常重要的一档股票 那外资做鸿海其实有个特点 你们记起来就好了 只要外资希望指数涨 或者是他发现他们国家的指数在涨 他必须要加码台湾的股市的时候 他一定会买鸿海 但是只要台湾的股市要跌 外资想要卖超的话 他一定会砍鸿海 因为这是控盘的工具 所以鸿海其实要分析他 其实不会太困难 因为他的获利本来就非常理想 就是非常稳定的公司 那像这种股票我们如果看图形来看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一样是历史拐点 反弹上来以后他没有过下降极限 他没有过下降极限 不是他的错 是成交量没有带上来的错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股票 就算是有回撤了就算有回撤了也不会太多了 哪一回可以操作了 因为这投资朋友如果有这种股票 我个人建议 因为短线来讲其实也不好做 因为他差价不多 这spray不多 你如果想说我想要看一下选举行情选举后 以后会不会涨 这种股票是可以考虑的 那我刚刚有个诞书 我虽然是选举前两个礼拜没有看好 可是我非常看好十二月 那不是十二月不是说 因为选后谁胜选 谁败选 然后就十二月会大涨 不是 十二月的季限 开始要往下加速 扩底低值 十二月一直延续到明年第一月 这两个月恐怕会大涨两个月 那跟选举谁选上没有关系 因为我根本不关心选举 我只关心投资朋友股票会不会赚钱 所以如果以按照这样看的话 鸿海是来回操作就可以了 谢谢 好 除了就鸿海之外 目前这个大盘 我刚刚丁超已经解的 是非常的详细了 但是详细还有非常多投资 还是有非常多的疑问 针对这个大盘 到底哪些个股比较强 哪些个股比较弱势 有没有指标股 现在的确还是具有一些投资价值的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 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证券投顾 正派热诚专业 精准掌握趋势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次进出点 服务专线0277259668 0277259668 杜绝买卖纠纷 请任命是非标志 请选择合法的房仲业者 确保你的交易安全 买台好车子 转到大把银子 追到聪明翘妻子 换个梦想的大房子 再生个可爱的兔崽子 有了Singer 我就是商场的扛把子 赢家Singer和六子登科 杜绝买卖纠纷 请任命是非标志 请选择合法的房仲业者 确保你的交易安全 全新观点不超报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丁巴巴 让您轻松起混钱 就带三立财经台 製麻我以前做小孩 就出人去做 做到这几十九岁了 我们自己串製的 我们用更多 你如果要有的太公麻 有的 要使用更少 我们用在地農民所做的麻 加出香又顺的麻油 台南味麻油香 让我们健康安全 无负担 好欢迎再度回到这超级大赢家了 我们回到大盘市区 还是要请丁超来分析一下 就整个大盘目前趋势 您刚刚讲 还是比较不乐观是不是 对没有错 就是看法上比较保守 我常讲过 投资朋友不要误会我 我不是空头 我常讲说如果我不买股票 或是我卖股票 其实我跟你是同一国的 我是未来的多头 我并不是你讲的空头 所以不要敌对 例如像我们在九月初 九月一号 我说要把股票出清 不但要出清而且要反手放空 那反手放空我们看这个图表 我所谓的长期投资 所谓的长期投资跟你想不一样 你们的长期投资是股票一直抱到老 传值又传孙 投资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 投资到民国两百年 叫长期投资 我所谓的长期投资是两个加起来 比如说九千五百点你把股票全部卖掉 换成新台币钞票 或是换成免金 或者换成日币 你都可以随便换 A代表所有的股票的组合 B代表钞票的组合 C代表是一个长期投资 那现在目前来讲 在九千五百点是要把股票出清 在八千五百点是要把股票买回来 等于钞票换成股票 股票换钞票 钞票换股票 股票换钞票 接下来下个礼拜要把股票出清 换成钞票 那钞票就等于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的意思 拥有现金等待要买 也是一种长期投资 所谓长期投资投资没有误会 一直把股票放着不卖掉 叫长期投资 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 是不一定是对的 如果按照华伦巴菲特的讲法 我之前常提到这种事情 我说他所谓的长期投资 他是投资可可乐 IBM 他没有投资你们家的台积电联电 而且巴菲特也讲过 他所谓的长期投资 是认为一家公司 他如果不是要投资五十年的话 如果不是要长达五十年的一个部位投资 布局的话 那他不会进场 可是投资朋友 你只要投资三天五天 三个月五个月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你们的长期投资 跟巴菲特的长期投资 观念是不一样的 而且标的物也不一样 除非你是买美国可口可乐 麦当劳 或者是美国的那些大企业 那些道琼斯的三十档股票 或是SP500里面的大型股票 所以我个人认为 股票就是要做短线 该买就要买 该卖就要卖 那个人的看法认为 现在目前反弹起来 我不是故意要去 好像是让各位好像 听得很难过说 对于大盘未来怎么样 好像悲观 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我对于今年的十二月 非常的看好 是因为技术面 变形三线扣理值的关系 跟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反弹起来 未来还是要卖 但是时间还没到 不是因为今天跌 我家里卖 明天行情应该不错 但是下礼拜 应该比这个礼拜更好 所以下礼拜会见到 短线的一个高点 以上 那在个股方面 除了刚刚在上半场提到 不管是在TPK 连法科之外 还有没有加个股呢 好的 现在投资朋友都问我了 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我说选股很难选 因为反弹到这个礼拜 是第三个礼拜 从8501 开始反弹到这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 你才问说 买什么股票 是有一点点 可能有点 问得太慢一点 但是持续性的反弹 它只能够维持到 一段时间 所以说现在如果 你要买股票 你千万不要 买那个强者横强 因为你买强者横强 今天买涨停 明天就变跌停 对不对 因为它本来就是反弹 要逃命 那如果说要 硬是要推荐 我个人认为 被利空打压的 超卖了 oversold的股票 例如说上银 2049的上银 这档股票 最近报章媒体 都在讲 因为日元的升值 所以上银 怎么样又怎么样 怎么样又怎么样 对不对 我说我常常在讲 如果一档股票 它是在做 靠货币在生活的话 那这种股票也 也不是公司 如果上银 是因为日元的贬值 而下跌的话 那反而这个地方 就称为利空出境 因为上银 它本身 2049这个工具区的龙头 它本来 它自己都很优秀 它去年获利是7.96元 那今年上半年是3.4元 这最近15号以前 要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那上一季 因为提列这个 货币这个叠价损失 就是汇兑损失 所以变成上一季的 获利1.29元 不是很好 但是这一季 第三季 马上要公布第三季 我个人认为会成长一倍以上 那成长一倍以上的话 今年获利一定会高过去年 那股票价格 从三四百块掉下来 修正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看这个地方就好了 我们看这里 这很明显 它是oversold 你看今天大盘这么差 它利空一直打 打不到破底 昨天也没破底 今天也没破底 今天又亮说 对 盘这么差 如果说它 这个地方不是法人在吸纳 有些人在吸纳筹码 它怎么可能不破底 这么大的利空 每天都是上瘾 都是那么大的利空 怎么不会破底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像这种股票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 以上 好 至于说这个大盘后续 是不是能够是 慢慢变得比较乐观 一期日报过了去 在各个方面 怎么样去挑呢 还是要请大家去 昨天明天的节目了 我是卫婷凯 今天收看 我们再会